嚴肅的派出所也能夠充滿慈濟 環保跟人文氣息 台中市北屯派出所所長廖永昌 本身是慈濟志工 之前在其他派出所任職時 就把閒置的空間佈置成環保站 推動資源回收成效良好 三個月前調到北屯所之後 繼續推動 並且有許多小巧思 讓遠景同仁舉手之勞 就能做環保 別具巧思的環保投入口 讓北屯派出所做環保順手又方便 不只如此 還有這個貼心設計 以前沒有在做這些環保的時候 那個餐盒 垃圾都亂丟 然後有時候衛生的關係 然後會造成文營資深這樣子 便當吃完隨手洗一洗 往一旁的網欄裡一丟 就完成了資源回收 北屯派出所所長廖永昌 本身是慈濟志工 利用閒置空間做環保站 隨著調任 現在也引用到新的單位 我們推動慈濟 是為了要做環保 來清淨在源頭 商人說做好事不能少我一個人 我希望說這個能夠推動到 我們全體的同仁 我們就我一個人來影響大家 不只成立環保站 派出所內許多原本雜亂的小角落 所長也發揮巧思精心佈置 在慈濟裡面所學的 他就推動到他的派出所裡面 然後把空間佈置的很有我們慈濟人文 然後還有天天都投足筒 派出所裡出處充滿慈濟環保與人文氣息 遠景上班心情也更加平和 問名服務的效率也更高了 大家新聞張桂端 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